大家好,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 爱演讲 我记得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听见如雷般的掌声 是小学一年级的班级演讲比赛 七岁的我因为爱掌声,所以爱演讲 长大以后我发现,在享受演讲的过程当中 我开始看重得失,追求胜负 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 给享受的过程添加了一份挑战的刺激感 十四岁叛逆期的我因为爱挑战,所以爱演讲 正是这个爱挑战的心坚定了我对话筒的热忱 在中学毕业以后,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修读了播音系 只可惜,上大学后的我陷入到了一个极度自卑和迷茫的情绪当中 后来,我便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 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公众演讲来寻找自信的碎片 再把它们拼凑起来 重拾信心后的我重新定义了演讲这个关键词 它不再是小时候的掌声和挑战,而是一个自我认知的机会 每一次的演讲看似在和台下的听众交流 实则是和自己的一次对话 因为每一个讲题都会发现新的想法 每一次的分享都会认识一个全新的自己 而在每一个爱演讲的故事背后 都藏着这个演讲者在成长路上的心路历程 所以,现在23岁的我可以坚定地说 享受和自己对话 所以,爱演讲 谢谢